Hello,大家好,我是东东 很久没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最近事情比较多 这几天我会集中时间把剩下的视频出完 包括陀螺仪的一个模拟教程 今天先做一期翻外 就是我第二期的陀螺仪的类型选择 现在多了一个新的选项 就是AR 这个A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是适配了我们这个AR眼镜 目前我手里的这一款是Xreal Air 这个眼镜是有陀螺仪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USB的数据线 可以通过让PC获取到 这个眼镜内部陀螺仪传感器的数据 那这里我要说一下 如果你是只用HDMI去连眼镜的话 是没有陀螺仪数据的 所以一定要带USB的这个数据才可以 包括Type-C 或者是有一种线是这个HDMI加Type-C 不是HDMI加USB-A 然后转成Type-C的 这个线也可以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PC端可以获取到这个眼镜的陀螺仪数据 那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首先要下载这个1162或者更新版本的体感助手 这时候有这个AR选项 那我们要先连上这个眼镜的数据线 连到我们的PC端 这是我的眼镜的这个线 先连上 连好了之后呢 我们打开体感助手 这个时候切换到AR选项 如果怎么验证我们连接成功了呢 还是老方法 陀螺仪数据调试 我们点一下 可以看到这时候有数据了 如果这里有数据了再跳动 说明我们的这个眼镜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陀螺仪模拟中使用鼠标 我们看一下 鼠标已经动了 这说明已经连接成功了 我们去游戏中 我们找个游戏试一下效果 目前呢 是只配了这个Xreal Air这一款 其他的眼镜呢 也有厂家给我寄的这个样品 比如Rocket给我寄了一台Rocket Max 但是呢 我目前还在调试中 后续呢 也会更新 大家可以先加群 看一下我群里的这个消息 我们用光明记忆无线 去测试一下这个眼镜的效果 我自己配戴这个Xreal Air这款眼镜很舒适的 但是它的优点呢 比较好是它是相对比较轻便 而且它这里可以调节角度 静腿的角度 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它要自己配镜片 如果你是这个近视啊 或者是有一定度数啊 你需要在这里加一个单独 加一个镜片 这个其实不是太舒服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然后那个Rocket Max呢 它是可以这个调节度数的 它有一个旋钮在这个位置 可以调节这个眼镜的度数 这个东西就大家自行体验吧 反正后续其他的眼镜呢 我也会适配的 可以看到这就是游戏中的这个效果 你在要上上看的时候 视角上上了 向左向右 画圈 包括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柄 是可以联动的 这是没问题的 而且灵敏度其实还可以 还更高 然后我们稍微微调也可以 这都没有问题 包括用鼠标 现在是鼠标操作 也可以 具体的模拟灵敏度 大家可以自行去调整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觉得太快 你就调慢 太慢就调快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就是我们眼镜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教程 连接也很简单 连上我们的数据线之后 再打开 机感助手 在陀螺仪输入这里 选择AR 然后我们点击陀螺仪数据调试 我们验证一下数据是不是连通 这个时候我们点陀螺仪模拟 开启模拟就可以了 明镜之后 就是这个时候 我比如说 我们看的 像